你一直以来介意这个女人大你三岁吗 没有 你介意这个女人没有给你生个儿子吗 没有 真没有是吧 真没有 那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自卑都来源于我就是不能挣钱 我就这样了 我就是个废人 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 那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离婚呗 你就这样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离呢 我不想离 那又为什么呢 那你就很矛盾呢 你一方面说我怕拖累他 一方面又说我不离婚 你到底要怎样呢 我自己 挣个挣少的先挣着呗 但是你挣了又全给你乱花花掉了 那他也不够我花 所以啊 你现在所有的概念 如果你今天说的是真话 我不介意这个女人大我三岁 我也不介意她没有给我生个儿子 我所有介意的就来源于我已经就这样了 我也赚不到什么钱 那既然赚不到什么钱 我就索性乱花 反正过一天是一天 那你就就这样呗 那今天就离了 好吧 其实你今天是肯定不会走的 那同样的问题我问你 在这么长足的这十几年的生活过程当中 你觉得这个男人爱你吗 他不上什么爱 他介意你 他介意你比他大吗 没有说过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说你没给我生儿子 生儿子这方面 我劝他好好干 他说的没儿子给哪干呢 他就说过这一句 就是他还是介意没儿子的对吧 这话都是有这意思呗 这意思平时说得多吗 说过好几回 我让他好想干 连他妈他们都这么说 没儿子有啥给哪干呢 但是我想说啊 但是我想说一点啊 他虽然想生儿子 但是他对这两个女儿 其实还是不错的 是吧 是 可能生活当中有种种无奈 有自己无能为力 改变生活的样子 而且同时在一方面 依赖你承担生活压力的同时 一方面觉得 有一个能干的老婆 是一种荣幸 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压力 因为你更加衬托了他的无能 因为反正你都能挣 那我索性也就不挣了 我就这样了 那我索性皮到底 这日子也没有 从头再来的机会了 我这个男人彻底算是毁了 所以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第一你们今天不会离开 第二 这个男人其实很大的原因 或者是将来的可能 还是需要你 如果你今天决定留下来 那你可能就这样去做 其实我特别想问老王一的 什么叫就这样了 怎样了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残障人士 人家干装甲活 每天勤快得很 人家也过着日子 怎么你就不能 所以说日子没有什么 就这样了 如果你要是今天 你想好好过下去 那你就干脆好好过 如果你不想好好过下去 你想一想 即便你们离了婚 将来你那两女 我准备 worked 1985 我搅得来了 我搅得好 我搅得很好 组织的 我搅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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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做到 说点具体 这个麻将还打吗 麻将也不打了 饭还做吗 活还得干 钱也得挣 让你高兴都容了 只要你高兴 只要你别在嘴里吐脏子都可以了 我就不希望我听到别人骂人 不希望吐脏子我 所以这个生活的规律 你逃都逃不掉你知道吗 别光恨一边 回去吧两位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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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